韓國旅遊 韓國旅遊 或是穿韓服自拍 又或是把握冬天滑雪 現在到韓國旅遊 正是時候 因為韓幣從6月高點 0.02週07 降到現在 0.02785 是七年新低 因為韓國就是要買東西 所以就是多換一點 可以多買一點還不錯 要吃 要玩又要逛 到底現在去韓國有多划算 換5萬台幣旅費來說 可以換到大約 一百七十九點五萬韓元 足度比6月高點時 多了七萬五 可以多吃七次的烤肉吃到飽 或是跟情人 一起到愛保樂園遊玩 還有到漢陣幕 當當韓劇男人主奏 他其實有這樣的蠻多的 現在各家在這個 過年的團費上面 已經有在做調價的動作 最近其實詢問的是還蠻多的 或是韓國團詢問度大增 日本團也很夯 我們現在的匯率 現在才高是0.2829 受到美陸貿易戰影響 日幣匯率從8月的0.3029 到3號已經掉到0.2829 一路直直落 讓哈日族好興奮 會鼓勵家人 可以換就多換一點這樣 就換下去放著沒關係 到底選多少 同樣5萬台幣計算 可以多換到11500日圓 相當於一張迪士尼門票 還有三碗拉麵 有吃又有玩 或是可以買一隻奈米水梨子去風機 12月剛好有耶旦又有跨年 日元韓幣匯率 降到新低點 讓哈日哈韓族 可以不用擔心荷包 玩得即興 在陳日韓風直台報導